黑壳虾是除草神器 可你知道黑壳虾对鱼缸也有危害吗 当鱼缸出现大量的枣类 我们放入黑壳虾几天的时间 大部分的枣类呢 都会给小虾们吃的一干二净 所以很多玩草缸的朋友 都会放入不少黑壳虾 他们对绿枣 褐枣 水草叶片 还有钢壁上的枣类 真的是离干见影 但天地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 虽然它们除草有奇效 可我们也得知道 吃了的东西可都是要排出来的 可能你会说米粒大点的虾 能有多少排泄量呢 理解是这么理解 可是我们也不能后视 黑壳虾除草药出效果呢 数量上少可是不行的 我们通常会根据鱼缸放入几百 甚至是上千只小虾 那么多小米粒的排泄量 也是惊人的 当它们的便便堆积 也会造成使之恶化 两下酸盐与小酸盐的浓度增加 反而微造类提供了营养 由于它们数量庞大 对鱼缸内的氧气消耗也会加大 庞大的耗氧量得到满足 那缸内呢 有的鱼就会因为缺氧而亡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昨天还好好的鱼虾 早上起来死了不少 就是这个原因 那当有的水草上有藻类复生 当叶片有一点瘦水 虾子们就会连藻和轻微瘦损的叶片 一起吃掉 而水草损伤呢 是会引起植物连锁反应的 还有可能会成片的水草掉叶烂叶 而这样腐坏的叶片呢 如果没有被兜吃完的话 那也会引起水质的恶化 作而影响整个鱼缸系统 所以我们在清理完枣类后 还是要适当的捞出一些虾 减少它们的数量 来维持鱼缸内的生态平衡 这样漂亮的鱼缸 才能够状态满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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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